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下了悬崖 便寻不着 可有邪字 没有 甚至连脚印都没有 这凶手仿佛就像一颗昭露 太阳一出来 他就消失了 凶手狡猾成性 诡计多端 千帆由你手中走脱 或可说你宅心仁厚 然而 此番却又再度让他脱逃 属下知罪 如今他想必更加谨慎 若想将他再次请主 恐怕有如海底捞针 难如登天哪 大人 学生倒不这样认为 公孙先生有何高见 凡是有一笔必有一笔 反言之 有一笔 则必有一笔 首先 以笔字来说 展护卫与白玉堂都与他照过面 他不论跟展护卫或白玉堂当中 任何一个人格斗 他都占不了上风 所以 学生推断 他会暂时销声匿迹 避免与其中一人当场格斗 既养精蓄锐 是另谋他途 如此说来 若是他隐忍不出 岂不是永难寻他了 正是如此 不过 以例子来说 他如果知道白玉堂还活着 他必定把重点放在白玉堂一个人身上 反而无暇顾忌展护卫 因此 他在暗处 白玉堂在明处 他一定会忽视展护卫 一样可以隐蔽在暗处 公孙先生的意思是 此人如此设计陷害白玉堂 为的就是要彻彻底底地摧毁白玉堂 让他身败名裂是不得好死 依学生推断 他必定是一个心胸狭窄 脾气暴虐之人 所以 不管他怎样折服 折服多久 他都会跳出来寻找白玉堂 对白玉堂下毒手 所以 学生认为 展护卫只要踩住白玉堂 就等于踩住了凶手 不错 不错 展护卫 公孙先生所言 你可明白了 大人 属下这就出发 好 夕阳无限好 只是 近黄昏 是 白大哥 你认得我 白大哥 你怎么了 我是小慧啊 小慧 白大哥 你是不是旧伤复发 脑子又变糊涂了 是 是 是 你是小慧 你是小慧 白大哥 你还没有回答我 你是不是旧伤复发 脑子又变糊涂了 是 是 我最近 经常感到头痛 白大哥 你住在哪儿 我扶你回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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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晃晃的船上 就像小时候 我躺在我娘的怀里 在摇晃中 充满了安全 和依靠 白大哥 你从没和我讲过 你和你娘的事情 我 啊 小慧 今天我们不提伤心的事 好 我不提 其实 我住在这摇摇晃晃的船上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什么原因 在随波荡漾中 可以帮助我思考 思考 嗯 小慧 就你一个人来了吗 其他的人呢 其他的人 白大哥 你忘了明月小珠 就我和我爹两个人哪 白大哥 我 你怎么了 我扶你进去 好吧 来 慢点走 但是 我管 小慧 你为什么要点我的鞋啊 冒牌货 看你现在还怎么得意的起来 你是什么时候看出来的 你的眼神 你的手势 你的动作 你的文采 你一切的一切 都不能和我的白大哥相提并论 哎 想不到啊 想不到啊 就连白玉堂和展昭都不能拿住的我 我 却栽在了 你一个小女子的手里 只怪你色胆包天 胆小如鼠 我 听你的口气 白玉堂在你的心目中 有如此重的分量 但不知 你在白玉堂的心中 分量又如何呢 我是他朋友 朋友 如果白玉堂有一天知道 他的朋友 被我玷污 他的心情 又该如何呢 你没有机会告诉他 我是说 等你下辈子投胎以后 你亲口告诉他 我是说 如果你还有下辈子的话 难道你想杀了我 不是想而是要 怎么 你没被我刺中穴道 刚才 若是你先脱了我的衣服 再点了我的穴道 我可能 真的会被你制住 可惜呀 太可惜了 那现在你想怎么样 我也不想怎么样 只是想 先脱了你的身之后 再把你 杀了你 如此而已吗 你做梦 来得好 你想要做什么 不是想 而是要 你要做什么 好 人 总是要成长的 我今天 就让你由少女 变成少妇 畜生 哪里跑 是 爹 幸亏你来了 要不然 要不然